你发短的时候 你在这里发短 你发得到吗 是吧 你发短的 你必须要落点在这里 你看 发短的 落点在里面 它就会短 你落点在这里 它就会长 对吧 落点在里面 就会短 是吧 所以说的话 你要对好桌面上的点 对好这里的点 你看 大部分的球迷发的时候 发在这里 在这里发出去 球接触到这个位置出去 又不短又不长 就发在这个中间 所以说你为什么 你想发短发不出来 你想发长出界下往 这个区域的选择 很重要 这里出来的球 跟那边出来的球 是对应的 来 我们给你们 给这个去看一看 看一看 那比如说 我们要把这个球发长 对吧 你看 我们要发到这个位置去 打到那个胶水那里去 如果这个球 我们要发到那里 现在开始讲落点了 你看 如果说是在这里 你去发这个球 它是发不到的 因为我们的落点靠前了 如果这个球 我们发那个位置 我们也很难发得到 这个球非常危险 我们要发这里 这个点 它的那个距离 我们就发这个距离 你看 对住 它就对上了 是不是 对住这个落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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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